請張部長 張部長 我剛才聽賴士寶提案說明以及他的發言 裡面有幾個他講的很不錯 他說這個法案不要有任何政治盤算 然後呢 現在制度很好為什麼要改 對人才的演講是會有影響 人才演講等一下我們用幾個觀念來溝通 首先看這整個立法的過程 民國61年2月5號的時候 有政務官退職酬勞金 酬勞金給予條例對不對 最早的 這是民國61年2月5號 這個法 這個法當然就是政務官和事務官是河流 是河流 這個政務官和事務官的河流是一樣的 這是國民黨長期執政以來 英文怎麼樣 他們 他們是威權時代 政權是穩定的 沒有經過民主的蓄禮 所以他國民黨的人延萬罪光 延萬罪光 所以政務官和事務官就河流了 然後他當政務官可以當很久 因為那時候會是 蔣英國上也當多久 這樣當多久 然後到政權移轉 對不對 93年1月1號開始改為政務官退伍條例 那個立法過程中 時任的考試院長是 是姚家文 副院長是吳農民 那時候當 還是當這個位置一樣 黨團總召 吳農民賢命來立法溝通 就是說希望分流 像政務官和事務官能夠分流 那時候國民黨本來抗拒 後來不得不在壓力下也贊成了 我記得很清楚 那時候親民黨總召叫卓錫瑋 卓錫瑋非常反對 甚至跟吳農民大草 就在立法院 王院長的那個 曹理學長的地方 簽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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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的是另外一個制度 OK 那 周錫瑋跟吳農民大草 我那時候很驚訝 進來的都是親民黨的 那兩個都是親民黨的 搞而 吳副院長生氣又不敢表示出來 這是過去的立法過程 也就是說 為什麼在民進黨執政以後 要去修改這種政務官退職醜勞金 這種觀念 這種政務官、事務官合流觀念 把它變成分流了 那今天 你又把它弄回來了 今天也要弄回來 那這弄回來的時候 有幾個重大思想 所以有條件都弄回來 並不是全部弄回來 有條件都弄回來 就是 獨破國民黨的政務官 任何政黨政務官都可以啊 我等一下說明給你 這一套都是 包括江英法 江英法的設計等等 你就是搞這一套了 這裡面的觀念條 你只有第十條 還有第三條 那 我們來談 這些 這樣的過程中 我們開始要來談一談 我們國家政務官現在有多少人 六百八個 比特人家整線十二到十四個 政務官六百八幾個吧 政務官現在六百 六百 六百條左右 再加縣市 六百多個人嗎 六百九啦 六百多個人嗎 就是2012的時候 現在差不多有六百九吧 兩千年的時候 二千年的時候 二零二十是 那時候 民黨執政那時候是 六百四十 六百四十 換句話 這些政務官處於一個 七百以下的 這穩定狀態 差不多是這樣 差不多是這樣 這 這 我最近知道六百二十個 六百二十個 六百多個人 因為會變的 對啊 是 兩 二零二十六百四十 二千 二零二十六百 差不多六百九啦 所以我們現在做這個法 就是為這幾個良心定做的 齁 所以有所謂政務官 這個 這個退伍條例 那 為了這個良心定做 又引起很大的爭議 你現在又要改 剛才是把他講說 現在 那 二零二零一四的時候改了 執政 那就是就可以了 已經分流了 你現在搞回來 國民黨才開始要揹黑鍋 那國民黨何舉不治啊 包括江南違法 包括什麼 最重要 你現在的條件設計 就是說 限制的可以銜接 OK 這些大 這些 考試委員 馬上享受這個 監察委員 大法官 限制的所有政務官 享受你現在更改以後 就 分流改為何流的好處 所以這個東西要從政治角度來關 看辦法這個事情嘛 就是說 你今天第一次推這個東西 這關 推伍條例 在 在上一屆的時候 二零八年前 是 是被推 業期不聯繫的 這一屆開始 那時候 交通常委協商的時候 我是問你一個 合流分流問題 那時候 李四張執行長啊 政府商法啊 政府商法啊 國民黨自己 後來為總統協議 也不敢搞了 對不對 你一直來溝通 我說國民黨講好就好 結果國民黨不敢 不敢 不敢幹 你一直讓執行長說 政務商法不敢做 政務 你要 已經分流 弄為何流 跟不動改 寫牌過來 總統當時 不敢做 跟這個沒關係 黨時並公司 很多東西 這個 這社會的高度蜀目 我們為了這個法 現在要來改 就是為了這些 不到七百個人 來立法 你有這個 你國民黨有這麼大的能量 這麼大的 然後再去被人家攻擊 然後你還在政權抑鬱不了 我就不相信 這是你會弄來政權移轉的條例啊 這也是要打馬鈴鐺的稻草啊 所以我是從很慈悲而為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說 整個國家的文官制度是怎麼樣 行政中立是怎麼樣 你所有國家的政務官來自文官的話 當然沒有行政中立的 因為 這些文官已經變成 協議場已經變成俘虜 因為他有期待啊 我以後 我講到之前 我比較認真 從 文官中立也忘記了 所以 他將來我可能變成政府官 政府官反正又沒有影響 那現在和友以後又沒有影響 所以你要從這個 這個大的角度去看待 這些文官以後就變成文官不中立 變成這種制度的葫蘆 這個是大問題啊 這個葫蘆的時候 整個國家的行政中立文官制度 完全不外無疑 所以今天要談的是這個東西 整個國家文官制度的事實應該是怎樣 整個行政中立的觀念應該是怎樣 然後國家現在政政危機在什麼地方 我剛剛在講 我包括過去也在講 國家政政危機 不是只有藍一堆而已 是藍一的人才太少 當然這個國家 要不管民進黨執政 國民黨執政 都是要很優秀的政務官 我現在政務官來自文官 文官的養成性格 文官的錦小勝的性格 如果 做到國家的大制度呢 大改革呢 這是國家危機啊 這些國家危機是來自民進黨和國民黨 人才都很少 沒有一個很好的養成過程 所以我非常同意科文的意見 我今天講的動點就是說 你今天整個這個法的修正 你要把它放到整個文官制度的設計 以及行政中立的角度來看待 你要把所有文官 你將來 事務官也可以變政務官的合流 改為合流 然後這些文官就期待 就期待現在執政者 能夠 他能夠升官 而且不影響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 第二點 你們現在在這修 只 只用到 你既然講 第十項裡面 第十項你講不授集紀錄啊 你第四項裡面 是授集紀錄 是讓這些現成的人 現成的人 可以買年資 然後全部錢就錢 就起來 也就是說 這些國民黨現在的政務官 得到好處嘛 這次解讀就是這樣嘛 民進黨退職就沒效效啊 民黨很多的退職的阿巴叫做這些退職的不能買年資啊 你既然不回錯 又有回錯的觀念 你這個法算是干戈的 所以你在整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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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法的設計上 原始的思維上 你都犯錯了 跟 賴斯堡講的沒有錯 根本不需要改 你告訴我 真的票太多的 那種 那種每一條 打算今天要把它出委會 你就出根看沒有關係啊 然後 要爸媽 爸媽條件 是隨時扶持結實 又給一條嘛 沒關係 你告訴我 此事不太燙啊 就是 你這 為了700個人文官啊 政府官啊 有史以來現在是最多的 2成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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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現在 差不多要搞 然後設計這個 什麼退休的觀念 美國沒有這一套制度 立法委員 剛才賴斯堡講 退職什麼 立法委員會退休 中間 中間民運代表退職起來 沒有人敢提 也敢提 政府官 要給他一個 你能夠當政府官 是你主上有德 是歷史的記憶 是歷史的榮幸 你光榮能夠掌握這個 國家機器在某個部位 你替國家服務 作為成就感 這是最大的 對政府官最大的誘惑在這裡 你真的要 用這一套 要不如比照新加坡 我們把政府官的待遇出來提高一點 不要搞這些 也沒有多少錢 多一年多一個月 人家自己繳35% 沒有 沒有 什麼夜退伍 包括國民黨提案 還要比照 比 國民黨自己提案 提案 要比照 公務人員 要搞夜退伍 何其難看 國民黨才提這個案子幹什麼 國民黨 怎麼裡面都依照 一對 討論不清楚的集合 這是國民黨 因為老舊頭腦的集合 未典時代 未典時代的頭腦的集合 就是國民黨 黨團還幫他提案 政府官還有 要退伍 那剛剛也休能搞了 他一直幫你摸沒命 摸摸 你摸摸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到整個 這個政府官 政府官的退伍制度 上面 從這個歷史也嚴格 從民國六四一年來 未典時代的設計是怎樣 造兵的執政 為什麼幹嘛不回去處理這個 搞得 那時候 烏冬兵還能做什麼 拍桌子 啊 然後 我在協調這法案 國民黨應該也在啊 2003年的時候 2002年的時候 那時候整個社會力量壓下來 分流了 你今天要搞回遊 幹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在談 這個地方 那我統計的就是說 這個法修正 要整個國家 整個文官制度應該怎樣 行政中心怎樣 這文官他的角色是怎麼樣 這文官的來源是怎麼樣 要證明官的養成要怎麼樣 民進黨都是面對這個問題 國民黨這個 我很擔心 以後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一些沒有資格的人坐在那個位置 這是國家危機啊 今天國民黨的狀況 這是 我真的 從這個角度 請讓各位委員好好思考一下 這法有沒有需要再改 我有700人啊 好